秒懂百科 世界如此简单 星球撞击是恐龙灭绝的罪魁祸首吗 科学家曾提出了《小行星撞击》说 在6500万年前 有一颗重量为12万7千亿吨的小行星 在运行中与地球发生猛烈碰撞 直接或间接地将以植物为食物的恐龙灭绝了 这导致了整个生态环境的巨变 也有人认为与地球碰撞的是彗星 理由是 彗星中富含氢化钾等毒性物质 在与地球相撞后 这些毒性物质首先堵死了水域中的浮游生物 然后才直接或间接地引起以浮游生物为食物的动物的灭绝 还有人认为 当太阳系运行经过银河系平面时 宇宙尘会扰动彗星云 引起彗星雨轰击地球 每次轰击可能长达几万年 甚至几十万年 地球上许多的陨石坑就是证据 总之 星球撞击导致恐龙灭绝这一假说 至今都没有成立 恐龙会游泳吗 关注苗董少儿微信公众号 回复恐龙 获取答案 您有什么根据 峰